一名高龄90岁洗肾妇人快筛阳性后 凌晨到基隆一家医院做PCR裁剪 不过家属控诉院方在简单询问之后 就让老妇人在急诊室外吹风淋雨 苦等12小时 认为医院做法相当冷陷 对此院方也诚心 医疗作业并无延迟 但是因为医疗量能紧绷 也请民众亮节 医院在外头搭起帐篷 让快筛阳性确诊个案 在院外等候区等待 只是基隆这家医院遭到指控 让90岁的高龄洗肾患者 下雨天穿着雨衣 在外头淋雨等待收治 江淑气氛的在脸书上头抱怨 妈妈快筛确诊到急诊室就医 没想到被晾在院外 等了快将近12个小时才等到病床 痛批院方的做法相当冷血 院方表示 90岁的妇人在17号凌晨12点钟 来到急诊室 15分钟之后就有医师来看诊 并且同时进行PCR检测 其中还包括了给药抽鞋等相关的作业 在凌晨2点左右 便由医护人员安排到户外床位坐等候 一直到了下午1点多收治住院 院方强调收治的过程并无刻意延迟 温方表示老太太在收治之后 目前情况稳定 也强调家属的焦虑可以理解 但在疫情紧风之际 已经尽力做好安排救治 希望民众能够谅解 记者蔡之恒西龙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